欢迎您继续回到港独新闻 怎么样能够让环保观念向下扎根呢 左营区新庄国小的师生 他们连结了目前最夯的古装剧《蓝灵王》 精心策划了一出舞台剧 用演的方式来宣导节能减碳爱地球 继续我们来看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用纸箱搭成的道具舞台 还有纸做的木马 王冠连穿在身上的比基尼也是用纸做的 这么环保就是因为要宣传爱地球的节能减碳方式 新庄国小五年级的小朋友 融合广告电影和电视剧等元素粉末登场 虽然是搞笑演出 但是流利的台词 吴行中也学会了如何随手做环保 在话剧当中会教大家怎么样节能减碳吗 会啊 就会问一下他们节能减碳的问题 看他们怎么回答 是 那参与这一次的话剧演出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很有趣 跟其他老师不一样会有一些不同的活动 我演蓝领王 是 那你要教大家怎么样做环保啊 选用当地当季食材 不要学皇室都用高档进贡的食材 才能节省运输与存放过程能源的耗费 大家生活上要做好资源回收的分类 使用再生产品 少用塑胶产品 我演语文雍 那你要教大家怎么样做环保啊 我想想 外出的时候自备购物袋 餐具这些可以再次使用的物品 物品尽量避免精美包装 小朋友扮演时下最流行的古装剧蓝领王的角色 改编国语课本的内容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筹备就上台演出 指导老师希望能够为学生留下深刻的学习印象 道具都是回收回来的东西做成的 非常的环保 那这些我们就从做中学 而且小朋友从拍戏到我们成果演出呢 都可以学习到团结合作美好 都可以体验到这块美好 台上小朋友演得卖力 台下的小朋友看得开心 无形中也达到宣传的效果 港东新闻黄澜君州府庆采访报道